我之前都用这个 好这边的现在就是 再一次好了先reset reset 第1个先从这里汇入 上次做的obj 第2件事情AutoW 接着呢Auto加中键 Auto加中键转一下右键 转可边及多边形 因为这个比较 比较好处理啦 他的功能目前是最完整 他其实是最后一代出来的 刚刚这个转的时候 这两个其实都是以前 比较旧的版本的多边形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先套一个 Modifier 所以在Modifier要记得要先切 切到这里来 去找一个叫做 Mesh Smooth之类名称 Smooth吧 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 Turbo Smooth 我们就选Smooth好了 哎呦呀我的妈呀 这个不行啦 这个太恐怖了 呃 看一下 我不是应该不是用Turbo Smooth Subdivide吧 Subdivide OK 然后Subdivide 现在呢按F4 哦 怎么会这么难看啊 哎呀这个Subdivide也好烂 认真 所以真的只能用Turbo Smooth 好吧我再试试看Turbo Smooth Turbo Smooth 这可以 那Turbo Smooth呢我们现在看一下 他有几个地方有问题眼眶 不够锐利哦 嘴唇不够锐利 还有就是我没有挖鼻孔 所以现在呢我觉得要处理这个Turbo Smooth 我先关掉 先弄个眼球出来 所以现在要先加一个眼球出来 先切到创造面板 这是修改面板 这是创造面板 这边拉一个Sphere 一个球体出来 那这个球体呢我现在 先这样拖拉出来 他的 Segment 数值调低一点 他只是那个抓 就是眼球而已啦 眼球其实不用太 面数太高 然后再来呢他的 这个轴向要朝向正前方 所以你切到旋转工具哦 去转他 转的时候呢你可以看Angle Snap Angle Snap就是 每几度一个单位去旋转 这个Angle Snap打开来 按右键去找一下他的Angle Angle呢现在是5度一个单位 我们把它设30度一个单位好了 OK Angle Snap关掉 这个Angle Snap关掉 切到移动工具 接着呢现在就是 你这边要切到好像是Back View吧 所以这边把他拉过来 因为我做的这边是Back View啦 接着这个球呢要切到修改面板 先把它调一下他的半径 因为这眼球似乎太小了 所以他的Radius要调 好 先拉过来 接着呢切到这一侧 这一侧可能是Left 不是可能是Right或者是 Left 所以我现在试试看 Right 这边是Left OK 那那颗球到底给我跑去哪里 原来这么远 可以拉进来 因为我们需要那个眼球才比较好调眼眶 就这样子 先拉过来 OK 那我看一下这边好像G按一下 G 为什么不能按 因为中文输入法 G OK 所以这边呢再调一下他的Radius 再调一下他的Wage OK 另外一边先不要做我们都先做一边就好了 OK 所以呢这边 这里有一圈一定要割出一条细线 那他才会变得尖锐哦你看我们现在选到这个 头部啊 他这边都太平了 所以我必须要尖锐尖锐的话呢必须要加线了这先关掉 你现在呢需要这个 Editable Poly这个地方去找线 线以后呢这边要去找这里去切一条线出来 这个线可能在这里吧 他应该会有一个选一圈的 所以应该是Ring啊之类的 Ring 有没有Ring 那你可以AuterX切到半透明你可以看到他选到一圈 有没有他选到一圈 选到一圈以后呢这边要connect起来 Connect 他给我connect到哪里去了 先取消好了因为这有个问题我们的眼球其实阻扰到我的 视线哦所以呢这先关掉 这里呢这个也要AuterX不然我根本看不到东西啊 哎呦我也要 东西呢 这样子好了然后F OK 快速键F啊这边我们再试一次现在选到这里 再选 我用外面那一圈线好了我发现那一圈线 有点危险哦所以现在外圈线 好这边呢做Ring 再connect一次 有了 先打个勾然后这个线呢要往里面跑 F3F4好了 F3F4好了 F3F3F3F4OK 拉进去一些 再稍微缩放一下 再稍微缩放一下 TurboSmooth打开来 然后AuterX要关掉 这边会比较坚硬一点哦 对 稍微坚硬一点 AuterX先关掉好了 AuterX关掉 眼球也关掉 现在这边呢再调一下他的Radius 再调一下位置 我们现在反正都是处理一半而已哦 好所以这边 这个模型选到以后TurboSmooth再关掉 这边也是需要再加一圈是 尖锐的哦所以一样是选Editable Poly 然后再切到线 这边再按Ring 然后再Connect 这个位置应该可以调吧 哎呦 他其实应该接近中间一点哦 打勾 再换这边 这边的话应该是这里要切一圈哦 这里要切一圈的话好 比较麻烦 我看这要怎么切比较好 这边可能要用Cut Cut在哪里 这边Cut 哎呀 这个位置切错了 这个位置切错了 昂度回去了 这到底要吵到什么时候啊 上次这一栋是整栋换消防 嗯 所以他就从 从他上班撤到下来 哇天哪也太扯了吧 因为 坦克这样找人来弄 他就会换得很好的东西 好吵喔 我们就 上次是测这一栋 一路测到那个 10栋下来办 哎我的妈呀 好这边的我现在把 呃 这里的应该要 切一圈了 所以 所以 现在是选线 然后这边再按ring 然后再connect 打个勾 好 所以现在呢在脱离线的模式把Turbo Smooth打开来 哇天哪 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变比较锐利的有看到吗 他越锐利的话就是那个线跟线之间必须要拉得更近一点 不过我们先坐到这里 而且记得一件事只做半边就好 只做半边就好 我先存档 好的画面先还给你好了 我对我想起来这下面 听眼睛 听眼睛 opf